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上一次这个节目过了之后呢 其实出现了很多很多的评论以及舆论压力啊 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有关涉及到主持人这个身材方面的这个事 我其实之前也没有跟我们节目组说 我自己在这里说一下啊 这个多关心我们的男嘉宾 多关心我们的女嘉宾 他们才是这个节目上的灵魂 主持人只是一个浮云 好 闲言少叙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有请我们的锦囊团 Venessa 掌声有请 依旧美丽动人 接下来要有请 我们这个一句话引发的雪岸这个主角啊 35岁的赵小A赵小姐 掌声有请 大家好 好久不见啊 二师兄 对对赵小A跟我站到这个位置呢 其实他是有话想说的 因为上次我说了这个赵小A35岁以后呢 就是我出去就被四个大爷给围住了 那这个事情其实是这样的啊 这个我要澄清一下 赵小A呢并不是35岁 今年已经虚岁38了 没有我今年才16 请大家多多关照 如果大家要认同的话 可以给点掌声 不认同就算了 好这事过去了 鼓掌 看我跟你说 我的观众就是给你面子 要不然的话真的这事就过去了 你这样吧 那个我们今天也显言少叙 因为明天就是 这怎么回事 对这个我要给大家讲一下啊 是这样的 我个人呢有在这个网上做一些工作 就是说搜了一下赵小A 赵小A的情况 那接下来呢就是说赵小A 自己在网络社交媒体上登的这个图片 我觉得个人 个人觉得看起来一看还挺萌的 挺漂亮的 但是呢我一搜 我说赵小A内幕啊 35你都可以搜这种关键词 在网上出现的就是这张 谢庄后 我觉得吧 你是不是暗恋我 这张照片明显是按照你自己批的嘛 这不是我批的 这是网上 这是网上流行的 据我把我的枪给我拿上来 来 把谁的枪 这个这事就过去了 明天呢就是我们美国的独立一日 也就是我们讲的国庆 在这个特别的节日当中呢 我们今天的节目也非常的特别 因为我们今天呢是大家看好队形啊 是有三个位置 其实我们有四位男嘉宾 然后有一位女嘉宾 这位女嘉宾呢传说当中是签约的艺人 掌声有请我们的唯一位女嘉宾 曹思嘉义 整个一个兔女郎形的曹思思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做个自我介绍 主持人好 小A 维南萨 你们好 在场的朋友们 你们好 今天本来我不太紧张 但刚才一听你说女神这个词啊 我的心就咯噔一下 没想到自己能戴上这样一个桂冠 有点感觉受宠若惊 就凭你这个气质啊 长相 我觉得叫JCB女神 一点都不过分 如果说还有词能形容你的话 那基本上超过我的词汇量了 所以说这句话我等于白说 今天呢我们有四位男嘉宾 那但是在见他们之前呢 我们可能要就是先卖个关子 我们要先看一段VCR VCR有四位男嘉宾的自我介绍 但是我给你剧透一下 应该你是看不见长相的 你要看完这段VCR之后 选一个你最不想约会的对象 来 那下面我们请看大屏幕 看一下我们男嘉宾的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Harry 我来自浙江温州 我今年呢二十四岁 我是巨蟹座的 我的兴趣爱好呢 平时呢会去健身房游泳 然后也会跑步 偶尔呢我也会去公园 去打打网球 我呢是在伊赖克学数学的 我们约会吧 我会带你去海边旅行 大家好 我叫Eric 今年二十五岁 我是处女座 现在在New York Life保险公司上班 来美国已经八年了 我喜欢打篮球 没事的时候喜欢闲在家里看综艺节目 我一般拿iPad看 如果你和我约会 我会带你去吃好吃的 Yo what's up It's Laurence 今年二十七岁 我是双鱼座 我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的rapper Yeah DJ drop the beat Yeah baby OK now now it's my rap time Check it out 我刚刚写的歌词 ok Yeah 只是五分钟之前 Yeah 现在来到情有独钟 情绪有点失控 因为我的英俊女嘉宾都为我心动 我来美国时时期 现在生活在洛杉矶 因为我的实力 所有人都对我敬礼 Yeah 我的约会宣言是 这爱情就像战场 Lawrence保证让你爽 Yeah 女嘉宾你好 我的名字是Scott 我今年二十六岁 我来自洛杉矶 我的新作是双鱼座 我在洛杉矶做工程师的工作 那我来美国已经有八年了 兴趣爱好呢 我喜欢和朋友挑个假日 去登山露营 那不过平日的话 我还是比较喜欢做室内活动 比方说和朋友看看电影 玩玩游戏 那是最重要的 我喜欢和朋友在一起 那是我觉得最快乐的时候 女嘉宾和我约会吧 我想带你去欧洲 去SERN 看《大型强子对撞击》 非常精彩的四个 个人的自我介绍 不知道我们这个 曹思嘉义 对各位男嘉宾印象如何 那我先给你做一个 大概的这个总结 一号男嘉宾呢 是叫Harry 是学数学的 我个人觉得有点像 北门版的张拳戴 第二号呢 是卖保险的Eric 我个总结可能有点唐突啊 不过我听到他是自己说 自己是这个做保险行业的 Eric 应该是戴眼镜的 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影子啊 戴眼镜的 三号呢 这个Lawrence 有点好像不太正常是吧 接下来那就是我们4号 是来自台湾的 这个名字是很霸气的一个名字 但是听起来有一些小温柔 你稍作思考 然后告诉我最不想跟哪个嘉宾来见面 或者是说约会 最不想跟哪个嘉宾有下文 你告诉我 然后我们就直接将他淘汰出局 请做考虑 3 1 请回答 我想问一下 Kent 我想问一下那个Lawrence 他是中国人吗 为什么看起来像 有点像黑人的style 主持人你知道我 现在最想做的是什么吗 你说我听听 就是制骰子 因为4位男生看起来都很阳光 然后看他们身材 除了Lawrence有点发胖 其他三位男嘉宾 都是很标准的身材 我觉得还是 最不希望和Lawrence约会 因为他看起来他的风格 更像适合做朋友 更像适合做朋友的风格 那行吧 那我们今天就淘汰了Lawrence 不过呢 淘汰归淘汰 总是有精美礼品送的 恭喜我们的Lawrence 获得了一个32寸赛普特 我们官方指定品牌的精美电视机一部 下面呢就迎起我们Lawrence 上台前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掌声有请Lawrence 我不去了 我菜丢人了啦 来你出来 主持人你有神经病 来出来 我要跟你拼命 你出来 我走了了 不出来不出来算了 用叫保安吗 确定了不出来 用没有叫保安 算了算了 那个也是 什么东西 呀那个主持人啊 真的有神经病啊 他那个肚子长得这么大 而且神经病一直说有神经病 我看他才有神经病 这种节目以后再也不来了啦 Shit 那我们第一轮就到这里结束了 第二轮呢 我们就要把男嘉宾真正的这些剩下三位 Harry Eric 以及Stuck 请到我们抬起来 来 有请我们这个节目组的工作人员 把我们的赛普特精品电视打开 来呈现他们个人的名字 主持人好 智囊团好 大家好 好执着的一个人 我都已经介绍完你了 又跟我打一次招呼 行 谢谢你 欢迎你的参与 二号 Stuck 做个简短的自我介绍 跟我们女嘉宾打个招呼 女嘉宾你好 我是Scott 你好 我看主持人您叫我名字 叫特别傲口 我给你一个提示好了 你就叫我史尬好了 开始的时候特别尴尬 接下来三号男嘉宾Eric 做个简短的自我介绍 跟我们女嘉宾打个招呼 你好 大家好 对 你比人家害羞呢 你好 对 这个是刚好我们讲的是做保险的 做保险的Eric 你对我们这三位男嘉宾印象觉得怎么样 等一会我们还是要再踢出一位 不过呢 在踢出去之前呢 我们三位男嘉宾分别有带来自己的才艺展示 我们接下来就要看他们的才艺展示了 好吧 来 一号男嘉宾 Harry 你有带什么才艺展示今天 我有一段VCR 他介绍了我的生活 我爸 不过 我 做 ответ 麻烦 伸过 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洛杉矶呢 在很多人看来是一座天使之城 但我的生活呢 在很多朋友们看来也是光彩夺目的 我是一个典型的温州男孩 我喜欢港传港匹 涌传天下 我喜欢自由自在 四海为家 所以呢 五年前 我从温州来到了洛杉矶 这座大寺室 我呢 是一名理科生 我喜欢思考 我的专业呢 是数学 我想成为一名计算师 所以呢 我现在担任学生会的财务主席 我平时的工作呢 是主持会议 然后呢 还会给学校差不多所有的社团分配资金 我除了认真努力工作以外呢 我还喜欢在周末的时候去健身房游泳 跑步 偶尔呢 我也会去公园 往滑板车 我来到情有独钟这个舞台 我想找到一个 妈能够陪我走下去 我们能够互相理解 互相信任 互相支持对方的那个他 然后组建一个温暖的家庭 这就是我们一号男嘉宾带来的自我介绍 不知道 我有种感觉啊 看完了以后 好心塞的感觉呢 很抑郁 对 有没有 为什么这么忧郁呢 女平时生活当中就这样 很难就是说真的大起大落的好嗨 这种没有吗 没有 没有啊 就是一直是慢吞吞这种 我要讲下她的星座 现在可以吗 谁的星座 Terry的星座 Terry沙热真心了 你知道 准备一百块钱开始啊 对 你这样 你咱们先从缺点说起 好吧 来 说说这个星座有什么缺点 你知道他的这个太阳金星都在巨蟹座 等一下 他什么星座他是 他巨蟹座 太阳金星都在巨蟹座 太阳金星都在巨蟹座 太阳金星 然后都在同一个星座就是巨蟹座 他其实是个很顾家的人 然后其实这个星座的人 你知道他们外面都一个很坚硬的壳 我们看不到他的理念 但是他真正的自己是在家的时候 会最温柔对他家人 所以你看我们刚刚看的BCR嘛 你看到什么 他每天早上起来喝一杯燕窝 就很会照顾自己 也会照顾另外一半 然后还养鲸鱼 还养小狗 不过我也听说了 这男的很会保养 对 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就会男的 就是就怕男的会保养 真的 我就是属于不会保养那种 这种会保养的男人 你看身材也好 一笑也迷人 发型也够帅气 是不是 你有没有这个想法 对 我觉得男嘉宾 皮肤特别的好 你觉得男嘉宾皮肤特别的好吗 对 可以教教我是怎么保养的吗 就是站在你 离你咫尺这么近 有一个就是一直在出水的男人 你没看见吗 我就是属于不会保养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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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我们一号男嘉宾印象如何 你自己先做个考虑 接下来是我们二号 一句我们之前的透露是吹Saxxy风 不对 不是Saxxy风 Sax风 Sax风 开个玩笑 今天就来野人线铺一段 Nothing's going to change my love for you 来来来 这边请 好帅哦 真的好帅 真的是行家一出手 不吹我都知道有没有 你看这个表情就很到位 好帅哦 这边是没用的 可以了 可以了吧 我觉得他再吹都没气了 大哥 斯卡你再吹 你再吹 我们杨哥要累死了 手都要断了 结尾一个神转折 我以为已经完了呢 结果又来 吹得完美 真的 完美 完美 我觉得他刚刚非常像王子跟公主 然后你呢 就是一个仆人 斯斯 有没有什么想对我们斯卡说的 是对于他这种深情演绎那种意境 我觉得斯卡吹得非常的棒 就是我听那个音乐就很陶醉 然后他对着我吹很深情 我很感动 非常感谢他 然后我小的时候也有学过Saxphone 但是我觉得 我是半途而废的人 所以我 因为自己没有气 没有那个Saxphone的气 所以就半途而废了 我觉得他能坚持下来非常的不容易 接下来是我们三号男嘉宾 Eric的才艺展示 请欣赏 你有什么才艺 我没有才艺 为什么没有才艺 女子无才便是德 男子无才是什么呢 对 因为我是平时是宅男 所以说没什么才艺 那你给我们演一个宅男呗 你是不是经常在家打游戏啊 没有没有 不打游戏 不打游戏 那你宅在家里做什么呢 就看综艺节目 对 那你表演一个看书吧 你给我们看一下 你怎么看综艺节目呢 你做一个姿势 我们看看 到台前来 来 到台前来 来 这就是你家电脑 这就是你电脑 对 冲着你电脑 来 给我看一个综艺节目 我看 现在演这个 不是 演那个什么 演那个 《情有独钟》 《情有独钟》 这里面节目主持人说 《情有独钟》 《调养过海找到你》 《情有独钟》 《情有独钟》 你就说演得还真像宅男 这算一门技术吗 我个人听说啊 说这个宅男呐 现在真正讲的宅男呐 这个肌肉都特别发达 我想看一下这个男嘉宾的身材 你介意吗 介意 这样 丝丝 我派给你个任务啊 你自己验证一下 你给我验证一下 他这个右手 上面部这个肌肉怎么样 你去捏一下 我捏了啊 右手 右手 对 左右不分了 我也有点左右不分了 这边右手 对 用个力 真的很结实 真的很结实是吧 我跟你讲 你是不是有去健身房 对 宅男吧 宅男右手肯定结实 我脑子有点反应时钝 对 就80%的右手 都是麒麟臂 相当劲儿大 因为他这只手啊 他一直要握着那个鼠标 打游戏 你知道吧 就是真正的宅男是这样 他握着这个鼠标 他即使不玩游戏 不动 他这手一样是用力的 所以说长时间一来二去 这只手就特别的这个有力 这样 我们曹思思 你刚刚三位男嘉宾的这个 个人展示啊 才艺展示都已经看过了 现在呢 你要选出一位 你最不想约会的 人 我们要淘汰出去 美丽是一种语言 美丽是一种态度 美丽是一种生活方式 人爱一美 美丽 从现在开始 最健康的饮品 来自最健康的食材 GCB有机饮品系列 有机输果调制的天然果汁 不加5D水分 建模型主的低酸精有机咖啡 每一份都是最高品质 又爱别人认识的有机茶叶 高温满厨 成为你手中香滑可口的奶茶 GCB 时尚 活力 健康 从我们手里 到您的嘴里 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几步 选用最优质的食材 多年经验的大厨煮礼 每一块寿司 每一盘菜肴 都有我们的用心 和满满的诚意 上百种料理 一种价格 All you can eat 您全家的选择 阿姬寿司 欢迎回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情有独钟 情有独钟由AMCC 人爱医疗美容中心 独家冠名播出 人爱医美 给你自信 让你更美 情有独钟 这个方向有一个声音特别大 等会儿留一个 留个联系电话 下期还来 那您现在收看的是 我们情有独钟的第三环节 第三环节就是我们 非常激动的一个环节 但是在这个环节之前 上一环节 男嘉宾分别展示了 自己的个人才艺 曹思思将通过选择之后 淘汰掉一名男嘉宾 最后留两名男嘉宾 进入我们最后一个环节 曹思思你有考虑完毕吗 究竟淘汰我们的 Harry还是Stark 还是这个Eric 这真的很难讲 你是不可能三个人一起去约会的 对不对 三位男生都很优秀 我不晓得小A和Venezia有没有什么意见 我想参考一下 想好了再说 得罪人 想好了再说 我仅代表我个人观点 你还是要最终自己拿主意 我觉得Henry也一直在一个脱线的状态 不知道之下的节目 他是不是能够顺利地完成 在什么状态 脱线的状态 你就直接说挂机状态 挂机状态 挂机状态 二号呢 二号怎么样 你知道我觉得从台湾来的人都非常认真 我刚刚跟他闲聊一下 我就说你会吹萨克斯风你好厉害 你知道跟我说什么吗 他说我昨天晚上练到三点钟 邻居没投诉你 我跑回公司练 跑回公司练到凌晨三点钟 那二号男嘉宾已经点评完毕 三号男嘉宾我觉得就由我来点评吧 因为我平时是个宅男 我懂宅男的内心世界 你是宅男吗 你怎么可能会是宅男呢 我怎么就不是宅男 宅男男要你这么胖的 宅男就一定非得有肌肉吗 结了婚的宅男肌肉就没有了 你又常常约思思出去喝酒 你怎么会是宅男呢 我什么时候说约他出去喝酒了 我说可以约你去外面吹吹风吗 你之前是想要约我们沙沙去喝咖啡了 我都记得 我什么时候说 你上次说的 你还常常越想要你们要去吃早餐 都忘记了呢 那个三号男嘉宾 我来帮他说说好话 有的时候男人呢 如果太善于言谈 太善于表达 像我这种呢 当然不见得是坏啊 也不见得太好 他是那种完全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那种 我就是这么一个性格 我就摆在你面前 我不噎着 我也不藏着 对吧 你选我 我就是这样 我不装 你不选我 我也还是这样 我不难过 沙沙他什么星座 我想问 那个我听说你是处女座嘛 对不对 Eric 对他自己说他处女座 不过处女座是非常聪明的星座 他很会读书 所以他其实是怎么讲 他应该看过很多文学作品啊 他是个很有内涵的男生 所以说呢 真是三位男嘉宾各有各的千秋 各有各的优点 要不然温柔 要不然浪漫 要不然 那个肌肉发达 对吧 所以说三位男嘉宾 你最终要考虑 我想问一下 Eric 你是销售是吗 对 销售 就是做保险这一块的 对 在我的印象当中 做保险 就是做销售的人 可能都是比较能说会到的 那我觉得你在我的心中 有一点点反差 对 所以非常抱歉 这个我要告诉你 你就非常抱歉选他了 最后 所以最后你选择的是 Eric被淘汰 对吗 Eric都要哭 都是你不让公主抱 惨交淘汰你完了 等一下结束打他 哎呀 真的是 你被淘汰了 然后还没公主抱的 这个真的是挺不公平啊 是 这样那个张导 一会儿下去让他抱一下啊 这个别让他太难过 那个恭喜男嘉宾 不是 怎么能恭喜男嘉宾 恭喜男嘉宾得到电视一台 咱们重来 重来一次啊 很遗憾男嘉宾 今天可能你在这场节目当中 就只能止步于此了 但是呢 不代表说曹思思不选你 大家就不喜欢你 其实如果电视机前 或者是网络前面的观众朋友们 对我们这个 三号男嘉宾 Eric 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到 powerlabus.com 来注册一个会员 获得我们男嘉宾的资料 那 很遗憾 你今天淘汰了 但是 杯中有喜的是 你还获得了一台 32寸赛普特高清精品电视 那 也算 一些小小的安慰吧 拿着你的电视 回家把你的显示器换掉 毕竟32寸做显示器 还是非常土豪的行为 是吧 感谢你的参与 来 握个手 就是难为你 没错 好 就这样 感谢 接下来 就是我们的第三环节 请看大屏幕 接下来是我们 十种虚拟现实的场景 我说321 他就停 来 请开始走起来 停 5号 来我们看一下 5号是什么 虚拟现实 女嘉宾街头 遇男友 前男友 我这样就很单调 这么着吧 杨哥你扮演一下 女嘉宾的现男友 然后 我扮演女嘉宾现男友 这样再巧一个前男友 这个我拒绝 莎莎在扮演 这个前男友的现女友 这样就够复杂了 怎么样 那你复杂 我要扮演他现男友的话 一会儿我拿不了电视了 我被拒绝了 你就算不扮演 你也拿不了电视 那拿走了 那我演一个 怎么着 我俩演现任的男女朋友 你俩现在是一对 然后 思思选一个吧 你想几号先跟你演 找个男嘉宾配合你一下 前男友 你的前男友 那就从这边来好了 1号 1号 走到台前来 走到台前来 主人公是曹思思 我是她的现男友 这位白衣男子 是她的前男友 旁边是她那位 从宾馆找出来的女的 我那仨已经占便宜 手都已经晚上了 你还真入戏啊 可以 好吧 你赶紧过来 过来 你看我刚才跟你说 你跟人讲什么价啊 人这块是shopping mall 你知道吧 那LV什么大品牌 那不能讲价 你就差那三块五块的 你跟人讲什么价啊 你还解释 解释啥呀 你有啥好说的 你喝什么呀 我根本跟你说 不是哪都能讲价的 当然咱家买大蒜呢 讲价啊 你俩还不出来 等啥开戏呢 对不对 你讲什么价啊 住手 怎么 我手也没动啊 我是她前男友 哈哈哈哈 你知道吗 你怎么在这呢 嘿 你好 她是 我是她现在的女朋友 你是谁啊 你管人家是谁干嘛呢 你不是说 你不是说当初跟我分手了之后 你说你不会再爱其他人吗 你说你只爱曹思思一个人 你也好意思 我等于干人吗 难道你叫曹思思吗 哈哈哈哈 他跟你讲完 他就分手了 之后他遇到我 他说 他最爱的女人就是我 你知道他怎么说你吗 他说他超讨厌 他以前女朋友 我不相信 先不要说了 你先 我不要说了 你讲什么话 他说 你逼 你 你先过去一下 我先过去一下 你跟我走吧 你 你在讲什么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讲 什么很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情比我还要重要 你说 你去逛墨随便 那里那家你去逛 好那你卡给我先去逛 快点 随便刷 随便刷 为什么不能给他 你说过你的钱 只给我一个人用 你们差不多行了 你当我是空气啊 你当我是空气啊 你现在不是有男人用吗 你听我说 你刷卡是不是 来走跟我走 你们两个 随便刷买买买 走刷我卡 走买买买 多点事真是的 买买买买 恭喜二位成为人爱之星 我俩成为人爱之星 等一下回来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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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 你说他到底是 适合你什么关系 他跟我没有关系 那他为什么说 他是你女朋友 好了 我们先不要吵了 拿了 你拿着 你最近过得好吗 我钱包给我 我钱包给我 我钱包忘带了 你最近过得好吗 我挺好的 你呢 我看你穿得不错啊 现在穿得越来越有女人味了 是啊 行了 只是你的头巾有点怪 你这个是不是要翻过来一点 你是跟那头巾干上了是不是 我告诉你 他跟你分手就对了 这小鼓点已经演完了 他这个 那个我钱包里没有钱 我的有点 我钱包里没有钱 钱包里没有钱 够着钱 那边刷卡 那你先拿钱 你先接着演 挺好了 那你俩接着演吧 我看你俩啥时候演过 我也不说了 走到了去刷一下 我要你现在当着我的面 跟那个女的说 你不喜欢她 你可以做到吗 我可以做到 Darling我回来了 等一下他回来 我就跟他说清楚 你跟他讲了好久 我什么东西都买完了 我看到这个娃娃 我觉得好可爱哦 你知道这超感受 像这个女生 我送给你吧 对 你这种礼物了 走吧走吧走吧 他是我男人 你走吧那样子 你不要闹了 什么我不要闹了 你每次都无理取闹 你不是都一直忍受 我很久了吗 我晚上对你这么的好 你不要这样对我说话 你回家吧 我不想再看到你了 我 我一点都不喜欢你 你走开吧 我告诉你 我把他的卡带走 你喜欢这种男人 你就跟他在一起吧 随便说 你赶快跟我去银行 把密码都换掉 我那张卡已经限额了 所以说你俩打算死灰复燃是吗 老弟刚才我拿着你钱包进去 一共刷了15块钱东西 服务员跟我说欠了60多 怎么着 我拿着你的钱包 我还要替你还钱呗 行 是不是 你的女朋友我替你养着 你看看这一身名牌 是你能给得了的吗 你叫他宁愿坐在我宝马里哭 也不再你坐在你自身身上笑 你不要分手了 你回来吧 我再跟你郑重地说一次 摄像机在那头 我是他前男友 请不要说话 摄像机在那头 我是他前男友 人爱以北冲外 人爱以北冲外 我是他前男友 你不要说话 这是舞台中间点 往这边来 我是他前男友 你没资格说话 有点像那个周星驰电影里面 包租婆没水了 我都绑不下去了 行 那么你愿不愿意 摄像机在那边 哦 好好 见到前女友了 你们两个想死灰复燃 这样 我也不想跟你吵架 我也不想跟你打架 我就问四次一句话 你是愿意坐在我宝马车里面哭 还是坐在他的自行车上笑 选吧 我唱一首歌吧 我让爷爷选让你唱歌了吗 人爱以北冲外 正好 好好好 你选吧 我们能不能不要分手 亲爱的别走 赵总给我个电视 我回家了 全世界都要你来爱我 难道你就不会心动 好 你男朋友这种歌声 我也是醉了 真不知道你们两个 那几年的感情 怎么过的 也罢 随风去吧 就祝福你们两个 真的是 我去找我那个 走 我们去刷屏吧 表里 你还没走呢 好了 就这样吧 闭眼了 行了 得了 天都亮了 好了 行了 那接下来 是我们进第二组 这个二号男嘉宾 我们再来一个模拟现实 这回你跟二号是现在的一对 我跟思思是现在的一对 我跟二号是 之前的一对 二号是男的 I know 屎尬 屎尬 你这还不理解吗 最近什么东西在美国合法了 新闻啊 新闻啊 你都不看电视的吗 金星老师 电信合法了 没有 行吧 我明白了 彩虹 看你奥 彩虹行动是吧 你奥 快点 宝贝啊 老公 今天天气好好 我们两个终于可以光明正大了呢 对啊 我们去逛街吧 你想买什么都行 你看什么 看臭流氓 现在明目张胆的 你们俩难道不是一样吗 有脸说过吗 说谁呢 你们怎么回事啊 对啊 说谁呢 干嘛说我们 对啊 干嘛说你们 我说了咋的 意见呢 你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呢 难道 我打 有毒影啊 你干嘛你要打人啊 你不要以为 我会忘了你 就是你 让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他给你剪了 我好害怕 当年你拒绝了我 彻底了伤害我作为男人的自尊 而且你还花光他所有的钱 我 我当时不就花完你所有的钱 然后 然后把你所有信息都删了走了吗 什么叫就把我钱花完 难道那不重要吗 钱还可以在这呢 可是你 哎老公 好了我们走吧 这个 不要跟他吵架了 都已经过去了 你看他多久 他现在是我的人 OK 他现在已经不喜欢男人了 你们完全不懂人家彩虹世界的乐趣 对啊 你们却一定要扮演人家 你知道我们两个有什么快感吗 谁们两个 那我们就吵架 我们两个 有什么快感 触电般的快感 我们当时是爱过 可是我现在对你已经没有感觉了 我想单独跟他讲两句 好吧 那我等你 晚点再来找你 你别坐我位子 起开 其实我 我挺 我对我自己以前的行为 真的挺抱歉的 当时 当时我的年幼无知 对你造成了伤害 我想对你说一声抱歉 那我们 就一起走下去吧 一起 一起走下去吧 是的 我哪儿走 节目不拍了 那儿啊 出口吗 呃 你跟那个一号男嘉宾 你俩先走下去吧 好吗 我都快进入那个 你这样吧 对好 既然进入成情景啊 我重新给你一个情景 我给你30秒时间 表白 好 表白 OK 走 虽然这个世界不让我们在一起 让我们变成了 让我变成了一位 同性恋 但是有一句话 我一直想和你说 你的发带真的很奇怪 差什么 你以为你是一只兔子吗 你以为你的兔子很萌吗 你什么意义 你萌得过我吗 我有一个小兔牙 你萌得过我吗 你不是要跟我表白吗 你 我为什么要和你表白 我等这一刻等很久了 我就是为了在观众的面前 彻底的羞辱你 他要羞你的乳 不对 羞辱你 我再也不想跟你说话了 老公我们不要离家 老公 走我们回家 走我们回家 这笑的 我把我老公领回家了 你这个变态 你给我一种感觉 你这个形态 我终于练成了葵花宝典 真不留 来 你回去吧 我快回不去 那接下来就要到我们最后一个环节了 曹思思 请选择一个 你比较愿意约会对象 然后淘汰另一位 另一位将获得由赛普特精品电视提供的精品电视一部 然后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到尾声了 所以说你现在请稍作考虑 然后做出你的考虑结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音响制造品牌 今夏推出新产品上市 4K超高清解析度的49寸 55寸 65寸 大型4K系列LED液晶电视 四倍时下1080P高清电视 即强力蓝牙 Howard Soundbar组合 明顶尺寸的高中音Soundbar 配合平面时尚设计的强硬地音被子 请上官网询询 Howard Lab 情有独钟 是以美国为中心 服务于全球华人的婚恋交友网站 公司实行会员制服务 一对一个别介绍 网络服务 婚恋心理咨询服务等 公司开设系列讲座 包括化妆 形体训练 并定期组织活动 为单身男女创造一个社交平台 贵人不受区域年龄的限制 将接受全球会员 验天下友情人终成军事 欢迎回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汉田威士和婚恋交友网站 PovoLab联合主办的情有独钟 情有独钟由AMCC 人爱医疗美容独家冠名播出 情有独钟 我说情有独钟 你们说飘扬过 还找到你 来点激情啊 来 情有独钟 欢迎回来 接下来那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环节了 我们的女嘉宾将要通过考虑之后决定淘汰一位男嘉宾 同时跟最后一位男嘉宾选择约会 所以说现在曹思思你做好准备了吗 究竟你要淘汰哪一位男嘉宾 请告诉大家 其实我喜欢浙江的一道菜 东坡肉 有一点咸又有一点甜 不过肥而不腻 我喜欢的男生呢 可能就像这块肉一样 能够带给我 有滋有味的生活 所以 你是说我吗 肥而不腻 他上好的一块肉 我实在不忍心插嘴 因为我这这么明显东北口音 我没敢自己说自己是这个 东坡肉是浙江的菜 东坡肉是浙江的菜吗 对啊 你到时候先摆渡一下 你是受不辐射的东坡肉 行 你接着说 喜欢这道菜 所以你暗指什么呢 你是不是暗指我们这位来自温州的小伙儿 然后呢我喜欢的男生 嗯 我喜欢 不会给我带来伤害的男生 就是喜欢打不过你的男生 是这个意思吗 然后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 一号男嘉宾 在我看来会有一点幼稚和青涩 幼稚和青涩 对 哎呦 大事不好啊 那二号男嘉宾呢 两个词 我还没有说完 可是 你一带点叙叙叨叨的 你一下说完了行不行 我老着急做总结 你先说 可是 我也幼稚 也青涩 所以 我 我愿意和你一起 走向成熟 真是 但是呢 你因为很青涩 有点不成熟 所以我愿意和你一起走向 你这小学语文老师 听着都得乍失 是真的 来 二位男嘉宾走到台前来 到我身边来 等一下呢 我说三二一 你做好了决定以后 就把你不想牵手的那只手放开来 曹思思请放开一只手 三 二 着急了 一 哎呀 缓缓的 来 二位先 你别放开 他放开 你也放开 你这就断气了 拿起来 对 来 这个二位先站我旁边等一下 来 非常感谢Sky的参与 虽然说 干嘛 我有话要讲 你不要他的心 我要 你们两个要好啊 我要告诉你为什么 你们两个 不是 等会 你先别告诉我为什么 无不无聊 这节目排的上期赵小A要跟嘉宾走 这期你又要跟嘉宾走 你不是一直希望我赶快跟嘉宾走吗 我现在有机会了 你挡着什么挡 让他走吧 真的啊 没有 就是我想对Sky说 就是我上这个节目 现在已经第六期了 然后我到目前为止 我就遇过两个台湾男生 我知道Sky你是UCLA毕业的 然后是物理系 Sky是我看到目前我觉得 最符合优生学的条件 然后呢 听说你是个工程师 是研究什么的工程师 我们公司是做高能物理研究 就是 高能物理研究 听起来好高大 那我是负责磁铁的部分 你听说欧洲有大型强子对撞击什么加速器什么东西的 那我大概就是做其中的某一些领域的东西吧 哇哦 再讲下去观众是不是要转台啦 就是我刚看到你表演Saxphone 我真的是觉得说非常非常的精彩 然后我记得我妈妈跟我说过一句话 她说如果有男生会去Saxphone的话 就代表第一个她很聪明 然后第二个她的气很长 然后第三个她手指非常灵活 所以我妈妈说 如果男生会去Saxphone的话 就值得跟她做一个朋友 所以我想问你的是说 刚才曹思思她不要你的心 但是想问一下 你愿不愿跟我做个朋友呢 等我一下 逗死我了 乐意至极 你们俩下台是吧 好了 行了 完事了 好了 这台上不够你们做的了 身为锦囊团 今儿她跟走 明儿她跟走 我真的我都不爱说你们 你们 你们是剧组的人呢 但是我要提醒你 生孩子不是单看南方条件的 你们两个生出了孩子 还有可能是花痴 花痴 为什么 因为随她妈了 好吧 来 这样 你们两个的事情呢 我们一会儿到台下来说 非常感谢委内塔勇敢的表白 当然不是为了爱情 是为了友情 感谢维内塔 维内塔请归位 你俩一会儿下去再聊 你回去 你上哪儿去 你回 你回你那边 你回去坐 你回去坐 我跟她走了 你现在好像伐海 Kent哥 真的你好像伐海 我们俩给拆散了 伐海 你让莎莎跟她走吧 你这样子 Annie你觉得合理吗 我等了那么久 我等了六集的好吗 真是多余问 去把那个电视拉上来 来 你自己去拉去吧 我够累了 你 自己把电视拉上来 你今天简直是双丰收 抱的美人归 还有个电视 我们这属于一种欺诈电视的行为吗 明显 那你就直接走吧 你就直接下去吧 感谢这位男嘉宾 好沉重的步伐 这个电视看起来有65寸这么的重 恭喜 很遗憾这位男嘉宾呢 你失败离场了 接下来呢 场上还剩两位 现在呢 通过之前的这些环节 其实曹思思呢 对你已经有一个相对来讲的了解了啊 可能知道你是哪里人呢 知道你是什么专业呀 知道你很多东西 但实际上你还不了解曹思思 你只知道她是扮演了兔女郎 你还不了解她真正内心的情况 我希望等一下你看完了我身后这段VCR以后 再告诉我们观众朋友们 你愿不愿意跟曹思思约会 下面接下来呢 就看一下大屏幕 大家好 我叫曹思佳一 用一句话来形容自己的话 学艺不尽的音乐人 半路出家的撰稿人 不靠谱的平面 愁愁满志 却又有豫不决的记者 请问上周看了哪部电影 两部电影 一部是最近如火如荼 占据很多朋友话题的左耳 相信每个女生都喜欢童话故事里的生活 水到渠成 但平淡无奇 这样的生活已经淡出了我对她的期许 渐渐地开始喜欢生活带给我的惊喜 即使有的时候只有惊 而喜却迟迟不来 那另一部电影呢 Porto Guys恐怖片 就算恐惧害怕 我也敢直面 挑战它 锻炼自己的胆识和勇气 而这并不是我想要说的 我只是喜欢看 喜欢尖叫 把自己变成女神 清定 回忆涌现 回忆涌现 安稳 舒适 我是曹思嘉义 我来了 你在哪 好 感谢曹思嘉义精彩的演绎 二位请回到我身边 接下来将有隆重性戏剧性的一次转折 那就是权力反转 那就是权力反转 男嘉宾 看完了 曹思嘉义 那个 斗舞什么一样的视频演绎 你觉得这个女神形象有没有毁坏 你还愿不愿意跟我们 曹思嘉义继续约会呢 请做选择愿意或者不愿意 看过这个VCR呢 我觉得对曹思嘉义 有一个新的理解 这样吧 我还有 现在呢我在考虑 那么 我 想问你一个问题 也不是问题 就是 如果我喊你的名字 你说一声嗯 就好了 曹思思 嗯 收 好冷啊 好了 我已经把它 啊 啥意思 等会儿 等会儿啥意思 我也没反应过来 曹思思啊 他拿个葫芦 他给你收了 呆妖孽 哎呀 你别让你进来 这还好有我 这场上又没有我 我跟你说 你一天都把它 台下观众得冻死 真的 太冷了 那个 所以最后 你愿不愿意跟曹思思约会呢 嗯 好 可以愿意 好像人求你似的 你愿意是吧 好 恭喜二位 牵手成功 嗯 其实今天不是我一个人在战斗 还有一个小伙伴他陪着我 嗯 拍VCR的时候我就在想 可不可以给他找一个主人 那个主人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今天我找到了我想把它送给他 谢谢 不是送给你的 真的是 好 还强调我和我的小伙伴 他把它拟人化了 行了 那我还是 无论怎么说 恭喜你 一个慢条斯理 一个 精神不太好 所以说这两个还是挺配的 那恭喜二位成为今天的仁爱之星 获得由AMCC人爱医疗美容中心 为你们提供的美容服务一次 同时获得由 零神专科职业中心 为二位提供的牙齿美白一次 在这里说牙齿美白非常有效 看见了吗 点声收了贿赂的主持人 但是还是要恭喜二位 恭喜二位 你们今天成为了我们仁爱之星 牵着你们的小心 从我这边消失吧 去吧 等会儿 牵着你们小心 在这三连拍一下 来站这儿 以这儿为中间线 拿着你们小心 来把麦克风给我 你老不给他干啥 你俩牵着心三连拍了 我认真的 什么你很认真 三连拍 我不是说你不认真 你俩现在三连拍 拿着这个心拍个照 你老要 真是 你们这地方 能不能过个宝啊 来 情有独钟三连拍 第一拍 吾吾喳喳 第二拍 比比画画 来第三个姿势 来 第三个姿势 做个姿势 来 赶快假装抱一下 赶快假装抱一下 他可以抱你起来 你确定他行啊 你别从这直接滚下去 我跟你说 我们台下观众以前让人抱的时候 那甩的 跟你说 那都不是一般人 你想好了啊 哎呦 好 恭喜二位 来 从我们台 干啥 你还点展示呢 在这 就抱一下拉倒了 就抱一下拉倒了 行 来 恭喜二位 我的男人呢 就叫我们两个分隔两地呢 对 他都有抱抱 来 掌声鼓励维内瑟 维内瑟下去吧 去找你男人去吧 没有啊 那个 我们你知道 台湾一个很有名的模特叫林志玲 她都会爱得抱抱 我们今天也可以玩一下爱得抱抱 来来 Scar上来跟我们莎莎来一个爱得抱抱 都演完了 我都要念结束语了 你俩干啥 又爱得抱抱 你俩 记者上幕后去抱去吧 真是 今天呢 在我们节目当中 除了我们那位宅男 获得了一部电视机走了游 以外呢 这个 我们的Scar还是很幸运的 不但拿了电视机 又拿了一个愿意愿 拿了 好像你是物品一样啊 你不是东西 你不是 你不是物品 所以说呢 Scar今天非常大丰收的啊 他还获得了一个 与我们维内萨美女小姐 拥抱的机会 那接下来呢 我就把这个拥抱 帮你传递给她 来 我帮你传递 不行啊 来 那你们两个抱吧 来 如果您想了解我们女嘉宾的 更多信息 请登陆 powerloveus.com 节目最后 感谢AMCC 人爱医疗美容中心 独家冠名播出 感谢YouKu网独家网络播出 我们的官方咨询平台 是华人生活网 我们的官方指定电视 是赛普特精品电视 情有独钟 由JCB有机音品 寿司咖啡班尼四级广场店 凌声专科职业中心 提供的特别赞助 感谢力特光电LED大屏支持 最后再感谢 Venite女士用品的奖品提供 最后再感谢男女嘉宾 造型KNC提供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刚刚看了三个男嘉宾 今天三个男嘉宾 他们就是真实的理工男 这三个理工男 完全是在自己的领域当中 他们非常非常聪明 第一个一号男嘉宾 他是一个数学系的 二号男嘉宾是物理系的 三号男嘉宾是accountant 那这个三个理工男 他们就是特别理性 然后就是判断力很强 但是表现欲相对就弱一点 但是总的来讲他们是很出彩的 那我今天想跟大家说 就是即便你是理工男的话 怎么样把自己的能力凸显出来 怎么样让别人 就是让观众看到你自己 就是不一样的一面 我们就是作为男生就要更自信 自信就是能力的一种体现 你能力在平时的时候 大家多学习 不仅仅工作专业上的学习 还要在生活上能力上的一种学习 如果你在能力上越补充越强大的话 你的自信就会出来 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在八小时以后 不仅仅在八小时之内 做工作上的专业上的一个学习 还需要在生活上技能上的学习 如果你技能上越强的话 对于女生来说更大的吸引力 所以请如果电视机前的男生 如果你看到你自己某些不足的话 没有关系 你可以通过学习 慢慢慢慢进步 把自己就是规划得更好 女生呢希望男生是什么样呢 一个呢就是在学业上他特别聪明 特别聪明的男生呢会给别人呢 有一种感觉就是他知道做什么 他工作是什么 而且他非常自信的话呢 可以引领他将来的生活 这是一个女生要的 第二个女生要的是给的那个安全感 理工男呢基本上呢就是说是比较 比较比较思考方式呢相对比较独特 然后呢工作呢就是非常专一 所以理工男有这些好处 有这些优势 对于将来的生活呢 他就是给人会有很大的一个安全感 所以呢理工男呢是比较少言 但是他可以在行动上 让别人感觉到他的温暖 所以我今天呢建议所有的男嘉宾 要知道女人就无非要两个安全感 一个呢就是说多一点的呵护 多一点的安全感 一个经济上的安全感 一个生活上的安全感 多一点照顾多一点呵护 所以我在这里如果你是理工男的话 你善于表达自己多一点的就是克服自己的一些困难 然后多在语言上再练习 把自己经营好 让自己知道未来的路怎么走 那这样你才可以引领你将来的老婆 引领他们就是把未来走好 所以还有呢多创造一些兴趣 如果兴趣越多 看点越多 你的生活才不会boring 不会就是感觉很孤单很孤独 或者是说很单一 Power Love是一个真实的舞台 集合了大家的智慧 集合很多人的劳力和的体力 所以呢这是个舞台呢 为年轻人为有理想 愿意展现自己的小朋友搭建的 通过这个舞台很多人就牵手了 他们在工作上也进步了 在自己的学业上 他感觉到有些地方需要修正 所以通过这个舞台 这个舞台是一个百变的舞台 这个舞台是一个吸引力魔力的舞台 让这个魔力的舞台 让你变得更好更美丽更自信 所以我希望好好利用这个舞台 今天你如果是单身的话 尽情过来 尽情就是到这个舞台上来展现你自己 让更多的人来看到你 关注你 然后呢你将不再是孤单 让我们更多的人一起携手共创 更好的未来 请有独钟 请有独钟 打开关注 因为在整体中的 决定 要有独钟 是 治療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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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ening Plus, Slim Detox, and Energy Rejuvenation. And now we have the Man Injection. So Nick, why do we do our Rejuvenate Injection via IM? From IM, it's intramuscular, it's injected to your muscle. It absorbs your bloodstream to the liver and makes your body absorb the nutrients. But it'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compared to the IV, the intravenous. The IM can only handle a very small amount of dosage. But for the IV, we can actually give larger amount. And different medication we have delivered in different routes. Alright, so the Rejuvenating Injections are better for IM And the IVs will take a larger, different kind of medication. We can say because for some of our Injection, it's only a really small amount of dosage. But there are combinations. Your IM can absorb the medication perfectly. But some of the larger amount or larger dosage of the medication, we prefer more IV. And we still can see faster from IV Injection too. Okay. Oka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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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